今次我們就由子彈的歷史回歸槍械歷史 會跟大家講講左輪手槍 不知道你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各地警隊的傳統配槍? 還是遊戲裡面的爆頭神器? 左輪手槍歷史早已過了八年 而一切的起源都源於那個荒涼的西部 Peter秘聞檔案室每週探索不同事情的頻道 歡迎點讚訂閱按小鈴鐺予以支持 首先要糾正一個大家的誤解 其實左輪手槍真正確名是鑽輪槍 由於大部分人都是右腰的 所以絕大部分鑽輪槍裝填都是將鑽輪向左邊 所以都稱為左輪手槍 但其實鑽輪槍還有中節式和固定鑽輪式 我在此為了方便將它統一稱為左輪手槍 最早的左輪手槍 是由蔡廟爾·埃爾達183年發明的埃爾特帕特森 雖然在之前已經有鑽輪槍的出現 但那時候結構並不成熟 鑽輪需要手動操作 但哪有天才可以在戰鬥中有心思做這些 因此沒有太多實用價值 直到埃爾特推出利用擊取連帶鑽輪的埃爾特帕特森 左輪手槍才是真正確立 除了西部托方時代的到來 左輪手槍迎來全職時代 M1873和平製造者 史密夫威信Nv.30鑽輪 大量經典的左輪手槍在此時出現 誰有太多人說過 我在這裡不會提 我們現在快步跑到20世紀 去到鑽輪手槍和半自動手槍爭霸的時代 直到20世紀初 左輪手槍迎有不少佳作 柯爾特森制式 史密夫偉信Nv.300軍經營 其他改稱為軍警十言 但突然左手一個老格 右手一個白朗尼 軍用武門突然被半自動手槍閹門 根本不怪他 畢竟左輪手槍由於鑽輪和槍管之間有空隙 會令火藥燃氣洩漏 加上裝填時間相對於半自動手槍長得多 半自動手槍將空彈甲退下來 將新彈甲裝上去就可以 但左輪手槍要將整個鑽輪拼出來 將空彈甲退掉之後 最多一次裝填兩發子彈 用快速裝彈器 最多只是加快幾秒 之後促進了鑽輪盒才能射擊 由於功夫半自動手槍都可以打幾個彈甲 在射速就是生死傳王關鍵的軍用部門上 自然是半自動手槍較好 但這個時候 左輪手槍抓到當時半自動手槍的痛腳 當時半自動手槍結構相對複雜 相對容易砍彈 與此同時排除砍彈極為困難 而且排除前無法射擊 這對只能依賴手槍的警察不可接受 而這個時候主流的雙動式左輪手槍 只需要再次扣下班機 就可以發射下一顆子彈 這只是警方所需要 其次相比軍用手槍威力無需忌憚 警用手槍威力有嚴格限制 最多只能令炎彌反失去活動能力方便拘捕 如果威力太大 反而有可能穿過炎彌反後 對後面平民造成殺傷 所以在這個時候純粹提供的新制式 以及軍徑10型左輪手槍 全部大射警揮投入對犯罪作戰 另一個個半自動手槍痛腳 就是由於半自動手槍 需要設計機構拋核 導致整體結構較左輪手槍弱 左輪手槍掙扎機會再度出現 史文夫威信推出了史文夫威信 M27 為首角發射點3出馬格蘭之彈的左輪手槍 成為大威力手槍代表 為左輪手槍爭取到最後一絲餘費 左輪手槍憑著各種變種跌跌碰碰跑到80年代 直到1982年一把塑膠手槍彈身 左輪手槍正式敲響喪中 哪一把呢?就是加洛克 威力太大?9毫米子彈有多大威力? 難以排除故障 這個東西拆起來和積木沒有分別 加上零件數量極少 發生卡彈本身就難 加上雙排單容量已經達到17發 遠遠領先左輪手槍可憐巴巴的5-6發 左輪手槍最大痛腳被再度揭露 原本半自動手槍只有6-7發子彈 這個測距並不明顯 但伴隨著格洛克一系列新生代的半自動手槍大量湧入市場 貝雷塔92號 色P226 G175 至於半自動手槍威力不足 那我就多開幾槍吧 畢竟新生代的特點就是子彈多 我本身上有東西中了17顆子彈還可以動 如此大的優勢 連警員部門都決定大幅採用半自動手槍 左輪手槍最後一個可以展示自己的舞台 就此被終結 由於左輪手槍終於要發死亡症了 跟他的圓形槍一樣就此沉睡 但即使他的實際用途已經不在 但他仍然活在流行文化之中 無論是西部片中牛仔的激情對射 還是以一槍爆頭的能力被玩家所清雷 他要真正勢去被世人所忘記 可能還差很遠 上一次說了左輪手槍由興起到衰落的過程 其中半自動手槍的出現 以及他隨後的進一步完善 是他衰落的最大原因 可以這樣說 半自動手槍的崛起史 就是左輪手槍的衰落史 那我們今次就從半自動手槍的角度 看看這場20世紀的爭霸 在19世紀晚期直到20世紀初 左輪手槍幾乎是唯一實用的手槍選擇 但在19世紀後期 因為沒有煙火藥和金屬核定裝子彈的出現 令槍械可以連發 加上馬克森機槍的環空出生 世人開始研究半自動手槍的可能性 1892年奧空帝國首先研製出8毫米的射恩八格手槍 這是世界供應的第一把自動裝填手槍 1893年如果博冊特成功研製出博冊特C93 為首個使用可拆式彈架弓彈的半自動手槍 奠定了現今半自動手槍的一項關鍵基礎 但博冊特不會得意太久 1900年白朗尼發明了FNM1900手槍 另一個現代半自動手槍的關鍵 刮甲上堂系統也出現 在戰火瓶型的20世紀上半年 半自動手槍在戰場上接受嚴格的考驗 證明了它的優越性 較一般的左輪手槍多一兩塊的彈容量 射速也較一般的左輪手槍快 這個時候兩把代表性手槍出現 分別是由喬治魯格改良至C93的P08手槍 帶來後載歷史中 亦具有一定威力的柏拉貝倫子彈 而它造工的精良 亦使它成為二戰盟文最喜歡的戰利品之一 這就是跨越一個世紀的傳奇M1911手槍 白朗來設計的簡單結構 0.45ACP強大的制動力 成為去到21世紀仍然受人喜風的武器 但這個時候半自動手槍仍然面臨不少問題 當時主流的單動式半自動手槍首次發射時候 無論槍台中有沒有子彈 都需要拉一次劃架 才可以令擊除準備射擊 比起拔槍就可以射的左輪手槍存在劣勢 這個在警用層面被無限放大 畢竟當時警員只能依靠手槍作為防衛武器 當然半自動手槍亦可選擇無關保險 使得擊除長期待擊 但這樣走火就變得平行 安全係數直線下降 而且當時半自動手槍的打容量 相比左輪手槍沒有太大優勢 左輪手槍因此有機會在這個階段 與半自動手槍達成平手 是軍用與警用各有捧場客 但二戰後的技術變因會改變一切 形勢逆轉的起點 就是德國二戰時期其中一款制式手槍 華瑟T-38 它為半自動手槍帶來了雙動式結構 在裝上子彈後可以先上保險 令擊除服衛以保障槍之安全 到要射擊時就關掉保險直接扣下班機 班機會連帶將擊除帶至代擊位置 在班機扣到最底時 擊除便撞向擊針發射子彈 令到半自動手槍同樣有拔槍就射的能力 而另一邊白狼找到增加半自動手槍打容的方法 就是令子彈雙排 這樣半自動手槍的打容量輕鬆地花了一倍 這個方向成品就是白狼尼大威力手槍 雖然這兩個發明為軍隊全面補給半自動手槍掃平了所有障礙 但難以排除卡彈、結構複雜等問題 仍然困擾半自動手槍 使得警務部門仍然依賴左輪手槍 直到20世紀章結束時 這個障礙終於被掃除 去到80年代 格洛克手槍的出現 解決了半自動手槍剩餘的問題 格洛克大幅採用塑料令重量問題得以解決 而其自身結構和積木一樣簡單 為烏鷹而變得容易 除了格洛克的陣備一副 貝雷塔92號手槍 色P26等相繼搶佔警用市場 當然一種物品的成功 除了他自身努力之外 還要考慮時代進程 80年代各國罪犯的火力大幅提升 這個時候 左輪手槍各5、6發的彈容終於不夠用 為了增加警員的火力持續性 各地警方大幅採用半自動手槍 令警員在與大徒的博弈中有較大的勝算 而針對80年代軍用防禮的大幅普遍化 半自動手槍就將彈頭變尖 令他可以輕易貫轉左輪手槍 望塵莫及的防彈衣口 隨著21世紀的到來 半自動手槍成為手槍界的主宰 虎介除非電磁武器出現 否則一名士兵的副武器 一直都是半自動手槍 封印封 封印封